方护士 你想不想见见老郑 上哪儿见呀 他现在是阶级敌人 人家也不让见呢 我明天出院 炮团来接我 你给我办个出院手续 跟上回一样 只要到了炮团 我怎么着也让你见上他 那行 太好了 还是算了吧 怎么了 我知道他没事就行了 才说我也不想见他 你呀 好好养病吧 你笑什么呀 老郑可总念叨你呢 过了这村可没这地儿了 你别后悔啊 你好好养病吧 哦 大妹 小妹 大妹 小妹 小妹 大妹 小妹 大妹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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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大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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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termin 大وي 是人间的 刻墓碑的一对姐妹 就这么分开了 她们不识字 墓碑上的字 是请识字的人写下来 她们在用凿子描着笔画 一锤一锤地凿出来 大妹的墓碑要小妹来凿 那叮叮当当的锤子声 小妹听不见 小妹只有大妹一个亲人 没有了姐姐的照顾 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大妹就是被这块石头砸死的 现在用她给做墓碑 没想到大妹最后一次太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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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妹最后一次太失了 小姐姐就不小心 我都带着酒回家了 里头是石头 大妹 我喜欢你 我都想好了 等我退伍了 把你和小妹带回老家去 我给你们做一辈子加油 大妹 一不识字 我没办法跟你歇息 大妹 我 你找我 我们是炮团的 我好像见过你 来医院住过吧 我们来找你 是让你交出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郑渡江在住院期间 曾交给你一包材料 请你交出来 郑渡江从来没有交给过 我任何东西保管 方杰同志 你可想清楚了 郑渡江的这包材料 有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 必须交给组织 你们凭什么说 郑渡江把东西交给我了 这你不必问 你只需要马上 把东西交出来 我没有 你让我交什么呀 方杰同志 我告诉你 你必须把东西交出来 否则你应该知道 不交的后果 我也告诉你 没有就是没有 这不对啊 这种赌江 我明明是把材料 交给你了嘛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不是被他们 抓起来了吗 我这样子 像是被抓起来吗 方杰 方杰 跟你开个玩笑 你他妈混蛋 你以为你是谁呀 方杰 我真的是跟你开玩笑的 滚干 方杰 我真的是来拿材料的 拿什么材料我没咬 方杰 对不起 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 我知道你替我担心 对不起 郑杜江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还以为你完了呢 我还以为你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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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现在看见你了 我现在就踏实了 你看嘴唇 林里面还有好多事 我不能多待 你自己要多保重 替我下族长他们问候 好 保重 郑都江 以后你的一举一动 都要写信汇报 是 保证超额完成任务 郑都江的军事论文 成为军区 大抓军数训练的突破口 在那个年代 真是石破天惊 郑都江走了 我才知道 他的一举一动 都让我牵挂